進行施政方針報告之族群 請吳委員、育仁族群 巡討時間共為30分鐘 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毛院長 毛院長好 我們都知道 行政院內閣團隊 一直在為我們目前的薪資問題 甚至於勞工權益的問題 努力的在做一些工作 事實上我有特別去注意到 我們朱立倫主席上來之後 他有揭露一些未來的走向 那這裡頭牽涉到一些體制上的問題 就是說他在參選主席聲明的時候 我有注意到他有提到 就是說他發現資本主義跟市場經濟的黑暗面 已經展現了 分配不均的問題 世代不公平的問題 貧富差距的問題 在台灣發生了 對於這樣的問題呢 當然未來他有提到 必須要來回顧過去 莊丹先生的一些思想跟精神 他當時如何來解決這樣的勞工議題 如何來台灣解決台灣的這樣的低薪問題 所以呢 這裡頭如果我們要來看 我們整個勞動市場的體制 或者是資本主義的一些惡性面也好 或者黑暗面也好 或者是一些市場經濟 過於寬鬆 導致分配不均 全世界各國的處理做法 大概是這樣的 我也了解當時 中山先生學習社會主義或民心主義的時候 是在英國學習的 回來才提出了所謂的民生主義跟社會主義的概念 如果以英國來看 他在1997年由新工黨來執政 他對於過去保守黨執政的時候 市場經濟導致勞工權益受到一些 譬如說限縮 或者是一些勞資權力結構的不公平 他提出了一些做法 大概基本上有三項 第一個呢 就是國家法律來介入市場 來保障勞工關係 用法律的操作呢 來讓工人的權力能夠多增加一點 第二個呢 當然就是人力資本的一個提升 第三個呢 就是工會或者是集體勞工關係的參與 但有時候我們來看一個國家體制 譬如說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如果光靠國家的法律要來調整市場裡面的勞資關係權力結構不均等 是非常困難的 光靠國家 光靠政府的法律 他必須要透過強化工會的力量 讓他有能力跟資方來進行協調 進行折衝 這個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非常樂見的朱立倫主席願意把我們的勞工政策呢 往稍微弱勢 稍微社會正義這一邊來靠 就是往左這邊稍微來調整 那我提出幸福勞工計劃的三支建 最後我們剩下大概一年多的這樣的時間 我覺得有三個地方呢 必須要來做一些調整 第一支建應該目前行政院團隊也都在做 就是漲工資降工時 工資工時呢 當然我也看到委員同仁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行政院團隊 包括我們立法院的國民黨黨團 提出加薪事法的修法 裡面當然包含了一些道德勸說 那也做了一些強制性的一些概念 但是我覺得呢 都還是不大夠的 所以我覺得呢 我當然提出了一些我們周邊國家對於工資的調整 什麼樣的工資調整比不上 基本工資的調整 所帶來的加薪的利益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那到底加多少 大家才有感受 以我們過去我們中國國民黨來執政 我們加薪當然加了五次 從漲幅呢 我們如果從算的來13.63% 那如果你們周邊的韓國呢 大概是68% 中國大陸的十二五計畫 每年調漲百分之二十 幾乎調漲率達到百分之百 你知道中國大陸為什麼敢這樣幹 他難道不希望用低薪來吸引勞動力 吸引工廠來投資嗎 主要他是要來宣告 在中國大陸設廠 在上海 鄉蘇 所有全中國大陸各地市場 我們的薪資就這樣 要來就來不來 就往別的地方去移動 台灣啊 有時候我們過去太過於自由經濟 強調漲市場機制來調漲薪資 導致我們在GDP勞動報酬的分配逐年減少 這個應該非常清楚 所以基本工資的調漲 我有看到其他委員同仁在做一些建議 如果我們現在是208元 如果啊 能夠把它調漲個百分之十 人家其他國家 那你就兩萬兩千元啊 這個是最立即的強制性手段 所以可以跟目前的勞工團體 或者是大家所要這個要求的 能夠來提升 不知道院長你對於年底第三季的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審議呢 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會長是不是請陳部長先說明 是 謝謝委員指教 就是基本工資我們每年第三季都會針對 下一年度的這個基本工資做討論 我們今年現在已經開了兩次的這個工作會議了 那當然就是針對國內的相關GDP啦 CPI啦跟勞動生產業這些因素呢 都在做這個分析跟了解 當然就是最後呢就在第三季的這個正式大會上面呢 大家會討論 那現在很多的建議啦 希望能夠做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因為我們上一次調是調了3.81% 那麼這一次呢 也希望這個經濟成長有更大的一個進步 也希望有更好的一個調整的空間 好我們的調整空間啊都太過於保守 當然你出現的這個分配不均的時候啊 政府用自己的法律工具來介入來調整 這個是符合目前我們的狀況 也跟國際的這種狀況啊是相符合的 我希望這個院長呢 在整個包括我們的勞動部長啊 在行政院團隊 未來在調整工資的時候 基本工資調整 這個是立即的啦 比起所謂的加薪事法 有一些更立即的做法啊 那另外當然提到的 我們看到委員同仁所提到出來的一些 針對這個利潤分配的 基本上我們勞動基準法裡面所提到的 這種盈餘分配 給予獎金或給予紅利啊 他過去也是在一個勞資雙方協商的一個基礎底下 做成的 不夠 因為啊 7月的年稅末終了的時候 如果有盈餘 繳納稅捐 提列股息 公基金 還有這個欠款 還完之後呢 他就要跟這個勞工來做這種分配 過去呢分配的時候就是 公會有些比較健全的公會會介入啦 而是利潤分享計劃 必須要由公會或者是勞資會議來協議同意之後 來報主管機關 來合備才算是 過去呢為什麼我要這樣想呢 過去利潤分享到底獎金多少 分同多少 由雇主單方面去分配 去提出來 但是事實上有沒有賺錢 有沒有虧損 勞工從他的工作的作業進貨出貨製造生產 調度他就知道 今年有沒有賺錢 到底要分配多少最清楚 不知道 部長 或者是我們院長你覺得怎麼樣 是謝謝委員這個指教 就是目前這個國民黨團所提出來的這一個條文 就是裡面就是 企業要提出利潤分享計劃 那麼當然這是由資方提出來的 那麼大家會擔心 這個分享計劃是不是真的能夠照顧到勞工 所以上次在委員會裡面 大家也提出來 是不是應該要把這個勞工參與的這樣子的相關的機制 也應該在這個條文裡面加進去 這我們勞動部也有在研究 那麼也跟一些工會團體談 他們也希望就是說 企業提出利潤分享計劃 應該要先邀工會 或者是在勞資會議討論過之後呢 那麼有共識了 那麼才報紙管機關 我想這樣子一個方向我們是支持的 好 不知道院長你的看法如何 我也支持這樣的想法 好 OK 非常好了 這個當然有一些新的做法 我們希望給執政團隊來做參考 那當然這個做法呢 稍微往社會公平正義往左稍微修正的 稍微修正的 好 那第 接下來我們必須要額外再講 我們 我有發現到 我舉一個產業來講 屠宰業 屠宰業 宰殺豬 宰殺雞 宰殺鴨 都是半夜在屠宰 台灣勞工找不到 找不到 缺工缺的很厲害 那也有一些工人 所謂的3K產業裡面的一些工人找不到 我覺得未來在外籍勞工啊 必須要來強化除了總量管制之外 引進外籍勞工的產業呢 真的必須 或者是個別工廠 你必須要來讓他們來檢視一下 他到底工作環境有沒有改善啊 烏漆麻黑 噪音那麼大 對不對 你說 全世界各國裡面 哪裡有沒有屠宰 現在 英國 他有缺工嗎 本土勞動力啊 美國有沒有屠宰 有啊 他為什麼我們台灣屠宰業要用外勞 其他國家的屠宰業沒有用外勞 你說啊找不到工人半夜屠宰 令人害怕毛骨悚然 也對 但是問題是 應該要 雇主要創造一個環境 譬如說音樂啦 裝潢啦 對不對 乾淨啦 明亮啦 怎麼樣的一個氛圍 或者薪資當然提高 過去都是說薪資提高 我覺得勞動部在外企勞工的引進裡面 應該要增加 一些啊 就是環境設備的整個改善 到底什麼樣的程度 要不然你如何來吸引勞工 去那邊做呢 不知道 你們對這樣的看法怎麼樣呢 是 謝謝 剛剛委員所提的 基本上就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所謂的3K產業啦 就是又危險 安張 然後這個又辛苦的這些產業 那這些產業呢 確實現在本土的勞工都不願意去 那當然只好引進外勞 可是引進外勞也不是長遠的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個計劃 就是希望把3K產業呢 要改善它的環境跟勞動條件 希望把它變成3K產業 那這個事情呢 事實上也跟院長有專案報告過 院長也非常的支持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選了一個鑄造業 鑄造業委員也清楚 它是最辛苦的一個行業 也最危險的 那現在鑄造業他們自己產業之間呢 有幾十家業者呢 也成立了一個平台 就是希望能夠把鑄造業的工作環境能夠改善 那也希望能夠帶動本勞呢 願意再進到這個行業 如果說這個成功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經驗 能夠再複製到其他的3K產業 好 接下來呢 簡單的來講工時的問題 當然工時的下降 讓我們勞工會覺得有幸福感 過去我們在台灣 我們的工作時間呢 總工時啦 超過兩千 全世界排名 工時最認真的 第四名 但這個也代表一種勤奮 也代表著 你工時太長 你沒有其他做一些社會生活跟家庭生活 也有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呢 當然我們社福衛生晚會下個禮拜要排入 每週40小時的 這個工時的修法 那我在立法院裡面來 進來立法院裡面工作呢 我第二個勞動法的修法 修法就是提出工時的縮減 那當然這個是代表我們 這個執政黨 包括馬英九總統 在選舉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政策的兌現 那下個禮拜三呢 我們將要來審查 那裡面包含我所提的 這個修法的這個配套措施啦 這個之外我覺得啊 勞動部要做一個東西 這個部分是我從衛福部裡面學來的 衛福部裡面有提出一些 食品愛秀衛生管理法裡面提出啊 所謂的食品雲 把所有的食品裡面什麼成分來做追蹤 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們的勞動工時呢 沒有辦法 在我們勞動基準法裡面只規定 要顧主要來備制啊 這個簽名部 這個什麼出缺型記錄 為什麼 不把勞動部為什麼不來建置一個勞動的工時云 把所有各個企業 的勞工 每個勞工都上傳 你做多少 為什麼有這種想法呢 包括每個人現在的一種 透過電傳勞動啦 這個網路的工作啦 這個譬如說一些新的科技來從事工作的 但是我們已經達到這個境界了 如果我們有辦法讓每個勞工的工作時間都上傳 勞動部也可以在裡面監控 監控完畢之後跳出紅字的 就加強勞動檢查 一方面透過新的這種雲端來幫助 勞動檢查自然可以減少 那我一個月做多少時間加班多少時間 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不知道 這個我們部長我們院長對這樣的想法 感覺如何啊 是我想這個如何來 這個勾激就是查核勞工的這個 這個上班的時間 除了剛剛委員所講的什麼簽到退啦打卡啦 其實我們現在也對於所有使用這些 這些所謂這個媒體 就是這些像Line啦 Facebook這種交互任務 這些我們都有訂了一些查核的指引 不過剛剛委員所講的 用這個勞動員的方式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來做這個研究 這個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這個我為什麼說有這個想法 這是我上課的時候學生提出來的 全班五十幾個提出了一些政策 我就選這一個這個太好了 不花什麼錢 每個勞工工時全部都監控 但我們匿名的 但主要主管計劃可以抓嘛 這個部分提供給我們的行政院勞動部來做張考 那另外就是廢除責任職工時的部分 當然非常樂見 勞動部呢 在我大概兩年多前在質詢 大概大家講說立即 來廢除責任職工時八十條之一的部分 但我主張逐步廢除 我們總共有三十七項 那一年廢除十項三年就達成了 對不對 今年非常樂見的 我們行政院的勞動部呢 他做了一些總共有 十幾項的這個十三項的廢除 我覺得就做一些檢討 包括美髮業 剪頭髮的 要不然以前剪頭髮 我家裡面有一些親戚 我過去學徒 晚上十點多還在美髮 現在都八點都下班了 這很好 是你這樣的 好 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來說我的第二支箭 這個箭慢慢射出 射得非常慢 我已經過了一半的時間才射出第二支 我們要加快時間 好 第二支箭的職工福利金 過去 大家都講說加薪加薪 有一個職工福利金條例 這個條例呢 是 政府 牽來台灣之後 的第二號勞工法令 中 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失敗 在台灣來之後 發佈的第一號法令 就是勞工保險法 保險 第二個 就是職工福利金條例 要讓台灣地區的 當時 讓台灣地區的勞工能夠來支持政府 當時政府沒有什麼錢來做勞工福利 你只好由勞工自己來做 雇主來做 有三個方向 我提出來 我準備要來提出修法 就是這個第一個方向呢 也是就是說 我們 會跟其他國家來簽訂貿易協定 福貿啦 貨貿啦 什麼東西啊 但是呢 勞工沒有享受到 關稅的利益啊 是 七月族享受到 如何來扭轉 如何來讓勞工能夠挺 國際貿易協議 方法 很簡單 這是我想到的 提供給行政員來參考 我會提出這樣的修法 就是在職工福利金 利益金條例的來源裡面 來增加 因為國際貿易享有關稅免除或優惠的 出口 提供部分的錢 到職工福利金裡面來 企業單位裡面 那個該企業呢 就可以分享 職工福利金 他本來有一個現金給予啊 旅遊啊 觀光啊 福利啊 三節啊 都可以從這裡面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也發現到 我們目前的就業安定基金 從外籍勞工進來的 有167億 這筆錢 如何使用 一直在市立法院裡面 大家爭奪的 實行的一個焦點 那裡面的用途 包括國民就業 外籍勞工的管理 還有勞工的福祉的提升 還有勞工學藝的輔助 我覺得這裡面呢 不應該全部由政府來運用 他是那一家公司引進外籍勞工 引進10個 20個 30個 100個 錢怎麼由政府來管理呢 我們應該把就業安定基金的部分比率交由那一家公廠裡面的職工福利金來運用 用到該工廠裡面的職工福利裡面來 這一個做法 我們的外籍勞工從19 民國81年合法引進到現在23、4年 沒有做這樣的變革 沒有做這樣的變革 我覺得 這一個方法也可以讓本國勞工 感受到這筆錢 的用途 裡面包括這個提升勞工福利 最後呢 當然也是從衛福部裡面的職工 這個法裡面學來的 雇主如果違反勞工法令 勞動法 為什麼罰還 我這家公司超時工作 雇主被罰了錢 錢 由政府來管收 社會主義國家 歐洲大陸國家的做法 這個罰還 是建立在 勞工痛苦的身上 該家勞工延長工時 記憲工資 違法加班 結果呢 罰還卻交到政府手上去 應該這種啊 應該啊 罰還 應該要部分的提拨 到職工福利來 所以這三個東西呢 這三項 我是認為可以來充實我們的職工福利 也 可以讓我們的勞工感受到 在職工福利金的充實上 我們願意 透過這樣 這是非常具體的 不知道我們院長 我們部長覺得怎麼樣 是我想謝謝委員 這個幾點的建議 我想就是 第一點啊 就是 如果說我們跟外國 簽FTA降稅的話 那麼會讓企業有獲利 希望能夠讓勞工分享 這個議題我們已經有 跟相關部會 大家在針對這個議題在討論 當然這裡面到底是出口的商 出口商得利還是進口商得利 其實這中間 這個降 這個 我們一向關稅 其實這個中間還有很多不同的 這個利潤分配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我們還在研究 至於這個勞工就業 就是這個救安費的問題 救安費的問題 我們目前呢 當然都是作為這個 輔導國民就業 照顧外 這個管理外籍勞工 那麼也提升勞動的福祉這一塊在使用 剛剛委員談到的 是不是可以 由部分去 回饋給這個 使用外勞的這些企業 這個我們也可以來研究一下 倒是第三點 就是因為現在所有的政府的行政法令的法源 都是繳國庫 由國庫去統收統支 所以我想不只是我們的勞工法令 其他法令的處罰都是一樣 所以如果說這邊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理的話 可能跟現在的這個體制是有一些這個漢格 好 那基本上呢 我是提出一些政策上的建議 讓行政院來做參考 但我覺得行政院在勞動政策 在陳部長的領導底下 有非常多的創新的做法 都非常肯定的 那我這個東西是拋磚引玉 我們知道政府的施政呢 有牽涉到豪寒節節了 但是只要願意去思考 願意來做就會有進步空間 是不是這樣我們院長 是是是 我們朝這個方向 好 最後呢 當然我們要來講我們的第三支劍 這個是勞動檢查 勞動檢查裡面 這個是也是政府公權力介入勞肢關係的一個做法 這個做法非常的好 但是呢 而且我們的勞動檢查人力不只在我們的中央 我們五都成立之後啊 我們五都也增加了這個勞動檢查人力 當時在討論的時候我們也願意把勞動檢查權下放給直轄市 所以直轄市呢增加了非常多的這種這種檢查的人力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當然 這個台北市直轄市的柯文哲市長 他做了非常多大家非常喜歡的事情 他如果能夠帶頭來對於之前他說的一些媒體的勞動檢查 或者是各個超時工作工作時間比較長的來做勞動檢查的話 他或許能夠有一些柯P的這個效果 讓大家知道不能這樣幹 他有他的魅力 他有他值得學習的地方 那在這裡頭呢 有一個東西我可以提供給我們勞動部來做參考的 這可以雙管齊下 我很少看到這一條法律 在勞動檢查法裡面的23條 這個23條呢它是什麼 他是說你要來勞動檢查過去都是由勞動檢查人員單槍匹馬來附會 那個法律呢 賦予了這是新的法 賦予了勞動檢查人員可以來找專業的人員 醫師的人員律師一起陪同 那我們都很知道啊 公會他也可以找公會的專家一起去啊 我們也知道台灣有非常多的企業 他沒有公會 如果能夠讓上級公會 來跟勞動檢查人員 如果上級過就是相關產業的 他們有組織的 但是別的有組織他們沒組織 他們進去勞動檢查的時候 可以來幫他們了解 到底這一家工廠這一家公司 他們的作業情況 特別是有關安全衛生的狀況 有沒有問題 也可以多一些公會的角色來做參與 這一條齁 應該很少被用到 浪費了這個條文 我們當時在努力修法的時候 所做的這樣的一個有價值的修法 不知道我們這個行政院或者是部裡面覺得怎麼樣 其實特別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事實上現在在做勞動檢查 除了我們的檢查員之外 我們就是在那個立法院修法通過之後 我們在去年就有七八百場 就是有邀其他的專業人士 當然現在是有邀這個會計師律師 那麼還有一些是這個行業的一些專業的工程師 一起去做勞動檢查 不過委員所建議的是不是也可以邀這個工會 或者是上級工會 我想這部分我們在後續的執行 確實是可以來參考 這一個可以讓工會多多參與 我說為什麼一直要強調工會 工會有時候他的角色 從自由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講 他是討厭者 好討厭喔 在那邊鬧 在那邊亂 但是如果從公平正義 公平勞動的角度來講 他是一個平衡勞資雙方的一個力量 所以我說 朱立倫主席 他有提到他認定台灣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惡性面 黑暗面展現的時候 表示他發掘到問題 發掘到問題的時候 就應該多多的來賦予集體勞動關係 參與勞住雙方的潛力的運作 最後最後啊 我們在講到加薪的時候呢 大家忽略了一個 所謂第三部門的加薪問題 是什麼呢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的加薪 如果以目前的醫院來講 以長庚醫院 長庚醫院 他的總資產 長庚集團 三百 三千三百五十五億 他裡面用了兩千五百億來買股票 新光 新光 一百三十五億 用了五十點六億 來買買股票來炒股 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到底財團法人 能不能用他的錢 來炒作股票 作為獲利的盈獄 我們衛福部 近六年來 補助了九十億 到這些醫院裡面 要企圖要來增加他們的人力設備 對不起 人力的提升 但是呢 很多被檢討出來 沒有運用在這個部分 所以 我們的健保資源 用在那個很多的 非營利組織 很多的這個財團法人醫院 我覺得第三部門 不只工跟師 第三部門的 這個薪資的提升 也必須要特別的來重視 不知道 院長 看法 跟委員報告 那個 我們現在是按照 醫療法來監督這個 醫療財團法人 那我們 呃 呃 其實目前正在朝委員 剛剛指示的 來研議 如何讓財團法人 把他的利潤 來用在他的員工 醫療從業人員的身上 好 OK 院長 是 我完全支持這個做法 好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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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